画上的女人金光一闪 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变成活人出现在窗前 只见她伸出爪子 用力一抓 原来文章上有张符路 男人翻了个身 屁股露了出去 女人刚要下手 不料被一个屁熏跑了 突然男人坐了起来 一扭头 顿时吓了个半死 可有符路在 女人根本闯不进去 这时盼哥走了过来 就你啊 把脸转过来 没得见人啊 下一秒 她就被吓晕过去 符路被吹到了地上 女人伸手去抓 不料额头被贴了符路 可上面早就没了法力 眼见女人越来越近 突然门被打开 大壮一掌拍出 在额头上一点 就把她定住了 只见盼哥说了三个字 下一秒 盼郎龟就消失不见了 墙上竟然长着一个脑袋 半夜十二点就会唱歌 大壮看到后 慢慢走了过去 来到跟前 看了半天后 从包里掏出几个瓦片 放到地上摆成一排 随后拿出个纸船 站起来说 安心上路吧 你的冤仇 都被马甲接了 原来这是怨念画的头 紧接着手掐发掘 踩瓦过桥 瓦片不停地颤抖 屋子也晃动起来 瓦片全部碎裂 纸船晃晃悠悠升到空中 随后打出一掌 一片金光闪过 小船射到脑袋上后 顿时冒出一股黑烟 随后慢慢消失了 半个月前 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火房的丫鬟受不了苦 跑了 他不是跑了 是被人害了 画面一转 长发哥抱着个黄色包袱 笑得非常开心 来到一间破庙后 对着木偶拾起发来 本是人形成灭处 如今灭处 完人形 随后抓起把香灰放到嘴里 走了几步后 一口喷出 黄色包袱就冻了起来 掀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个美女 男人咽了下吐沫 钢要伸出咸猪手 突然门被推开 来人正是大壮 眼中射出金光 长发哥见壮 急忙撞破窗户逃了出去 另一边 小帅来到夜店去去晦气 让薇薇我帮你削削指甲吧 不料他将指甲包起来后 转身送给一个富二代 随后他们开谈做法 要置小帅于死地 到草人站起来的瞬间 小帅嘴里就冒出了鲜血 当把草人定到墙上后 小帅口喷鲜血 眨眼间就晕死过去 幸好大壮及时赶到 拔下两根头发 放到符纸里点燃 手掐发绝 对准水缸 轻轻一弹 水面扎起 长发哥就被喷了一脸 随后他抓起 把豆子放到口中 请来六丁六甲 伸出右手 朝稻草人按去 大壮见壮 使出移形换位 下一秒 母鸡就发生了爆炸 长发哥则满脸鸡毛 他非常生气 大壮纵身一跳 把能量引到鸭子身上 这下长发哥彻底抓狂乐 在空中画了张符路 猪头生起来后 变成一股黑烟 从门里飞了出去 男人在空中画了张符路后 猪头生到空中 变成一股黑烟 从门里飞了出去 大壮耳朵一动 身后的狐狸一口将猪头吞掉 长发哥用出最后一招 就是现在 王棒 判哥举起乌龟 对准了大壮后 竟然咬破了长发哥的手指 这次他彻底失败了 小帅瞬间醒了过来 可他不肯吃亏 要报仇血恨 可刚进屋里 就看见两个指人 蓝光一闪 冒出一团烟雾 下一秒 他们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中 原来这是幻境 随后身边就出现无数人影 朝几人抓去 当红灯灭时 走 可刚走几步 灯又亮了 他们赶紧停住脚步 只要不动 血碎就看不见他们 靠着这步心法 他们终于闯了过去 可刚来到楼下 地面就不停地晃动 随后裂开无数缝隙 从地下钻出一个鬼王 比城楼还要高 可大壮没有害怕 他伸出手指 纵身一跳 射出一股火焰 紧接着白光一闪 竹台熄灭 打翻在地 娃娃也发生了自然 竟然这才醒了过来 大壮刚跑出门 就被泼了一盆狗血 他没有在意 急忙追了上去 原来这都是长发哥搞的鬼 大壮刚要进攻 发现没了法力 原来被刚才的狗血 破了法 只见长发哥大吼一声 顿时乌云滚滚 冒出无数黑烟 被他一口吞了进去 随后两人打了起来 可没了法力的大壮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被一掌打在胸口上 没想到他还有后手 只见大壮往地上一按 顿时钻出无数黑烟 被他吞入口中 原来他把狮王请了出来 仅仅一个回合 就把长发哥干趴下了 随后变成无数乌鸦飞走了 女人躺在地上 突然一个翻转 做起了高难度动作 把头伸到胳膊下面后 转了一圈 死死盯着前面的女孩 下一秒 灯光不停地闪烁 眼中流出鲜血 脊背拱了起来 快速向前爬去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可跑了半个小时 她一直在二三层来回打转 就是跑不出去 而同在这一层的闺蜜 也没发现她 原来就在刚刚 两人上楼梯时 闺蜜不小心崴了脚 于是小美先上楼拿东西 结果闺蜜却诡异一笑 原来她在柜子里 放了个恐怖的娃娃 吓了小美一跳 可关上柜子后 没想到娃娃嘴角上扬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半个小时后 她终于跑不动了 扑通一下跪到了地上 而阿飘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慢慢爬了过来 吓得小美连连后退 眨眼间 阿飘就爬下楼梯 来到近前 趴到小美身上 死死盯着她 定睛望去 阿飘的瞳孔竟然一分为二 然后由二到四 越来越多 瞬间就覆盖了瞳孔 闺蜜等了半天 见小美还不下来 于是喊了一声 急忙起身 想上去查看 正在这时 阿飘正从楼梯上 一步步爬了下来 故事到此结束 看了这部短片后 你还敢做恶作剧吗 考试时 女孩了解裙字 上面写满了答案 竟然是让旁边的男神抄 前面的女同学更狠 直接露出香肩 抄完后 又看向同桌 女生一低头 掀开裙字 露出大腿上的选项 这可把旁边的同学羡慕坏了 这还没完 随后一张纸条经过众人之后 被传了过来 而这一幕都被外面的小帅看到眼里 定睛一看 他们手臂上都有个计时器 这是怎么回事 他没想太多 在走廊玩起了游戏 正在这时 一只金凤凰飞了过来 他急忙拿起华为手机 发动了攻击 原来这是游戏里的boss 随后跟着凤凰来到厕所 眼看凤凰要被消灭了 突然小美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他对着凤凰轻轻一滑 没想到小美白光一闪 竟然变成一颗蛋 这可把他吓坏了 急忙捡起来带回家中 可刚放到地上 但就疯狂生长 蓝光一闪 小美又变了回来 主人 还喊小帅主人 见他身上都是蛋液 小帅勉为其难 给他洗了个澡 同时在手腕上发现了时间码 难道之前作弊的同学 都被大壮变成了宠物 第二天考试时 小美对着小帅一副花痴的表情 而这时时间码也到了镜头 小帅说 随后他就被老师请了出去 放学后 小美知道自己错了 刚要道歉 突然身后出现一只银色凤凰 小帅轻轻一滑 白光一闪 小美又变成了一颗蛋 不久后就成了宠物 为了应付考试 他对着镜中的自己轻轻一滑 硬姿就活了过来 你就听我上课是吧 好好学习 做全班第一 是 没想到他晚上来到学校 找到排名第二的胖哥后 掏出手机 把胖哥变成了宠物蛋 随后拿起灭火器 框框就是两下 将蛋打碎 而胖哥则被扔进垃圾桶里 变成了落质 要取监控发现 昨天晚上小帅和大壮 都在案发现场出现过 大壮先把老师变成一颗蛋 然后把围着小帅的三个警察 也变成了蛋 经过一番商讨 小帅觉得是自己影子干的 你把自己影子给抓了 没想到影子失去了控制 大壮把控制的女同学 全叫了过来 扮成女神后混在中间 成功前入学校 来到保健室里 而胖哥看到小帅后 非常害怕 他想说什么 可失去了语言能力 只能用动作表达 原来影子一出现 手机就没了信号 晚上两人一起寻找影子 可走着走着 小帅突然不见了 而前面出现个黑衣人 几个闪现就来到近前 你是张志本人吗 他低头一看 发现手机没了信号 吓得他扭头就跑 可刚跑没几步 他就跑不动了 随后被影子变成了蛋 没过多久 小帅终于找到了影子 我是让你考全班第一 什么时候让你害同学了 突然 把分数最高都去掉 他能自然就会上去 说完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突然出现几个便衣 把小帅抓了起来 眼见逃不了了 他拿出手机 把警察变成了蛋 这时他突然想到 影子的下一个目标是小美 于是急忙开车赶了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小美被影子抓走 放到后备箱里 随后带到一个仓库 用绳子绑了起来 紧接着拿起地上的电钻 慢慢凑到进前 可刚要靠近 突然插座掉了 于此同时 小帅也找了过来 掏出手机 对着影子刷刷几下 没想到被他躲了过去 即便他不动地方 也便不承担 看来手机只对人有效 随后双方打了起来 正当难解难分时 小美醒了过来 解开绳子 拿起地上的手机 对准小帅轻轻一滑 地上就多了一颗蛋 老师 王思杰作弊 老师 王思杰作弊 老师 王思杰作弊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